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可放置的这个插件 Dropable 那Dropable的话呢 它一般情况下都是跟Dragable是一起来使用的 就是说一个可拖拽的对象 那么它可以放置到什么地方 它可以放置到这个Target 这个Target呢 它就是一个可放置的这样的一个对象 它是一个Dropable的对象 它和可拖拽是一起使用的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果 当你拖拽的时候呢 这里是使用了一个代理 然后当被拖拽的对象 进入到可放置的对象当中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可放置的对象呢 是有一个有一个事件啊 一个Enter和一个Leave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的 那还可以实现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排序 比如说一个无序的列表 我们想让想给它拖动顺序 进行排序的时候 这里呢就是一个Dragable和Dropable的一个结合 另外呢 它还可以实现的一个功能呢 就是限制哪些元素可以被拖拽到当前的这个元素里面 这个DropHear它呢就是一个可放置的元素 那么我们来看啊 这个Drag1可以被拖拽进来 Drag3可以被拖拽进来 Drag2啊 它是不可以被拖拽进来的 这是它设置的一个功能 那么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下对应的代码 新建一个Dragable的文件夹 Dragable的文件夹 先看最基本的放置 好 创建一个新的页面呢 我们把基本的GS引入进来 然后呢 要写我们的HTML元素 在这里呢 我们要创建三个DIV 这三个DIV呢 Drag1 Drag2 和Drag3 那么它们呢 都是可以拖拽的 然后呢 有一个放置的目标容器 我们给它设置一个样式 可拖拽的元素的话 是宽和高 都是50像素的 然后它们彼此之间呢 有一个五像素的距离 有一个像素的边框 然后呢 可放置的对象的话呢 是300乘300的一个DIV 向左浮动 有一个五像素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然后一个像素的边框 我们现在呢 先访问一下这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对象 这是一个简单的布局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呢 就是把Drag1 Drag2和Drag3 拖拽到右边的这个DIV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代码的实现 因为呢 代码比较多啊 我们呢 通过这个 JawsCrypt进行实现 因为它里面有好多 调用了好多的函数 我们先来看 先把我们的三个Drag4的元素 初始化成可拖拽的 那就是我们上节课用到的内容了 Drag4 拖拽的时候呢 我们要拖拽一个克隆的对象 然后呢 如果你释放的话 让它返回原来的位置 Revert 就是当你释放的时候 它返回到原来的位置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拖拽 那你释放的时候 它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这是拖拽的功能 接着我们来看可放置 可放置呢 它声明的时候 可以在这写一个class 等于EasyUIDropable 那么我们呢 通过Jaws的形式去初始化它 Dropable可放置 我们现在啊 写一下 我们限制一下 它只能接受 Drag1和Drag3 那使用的是 Except的属性 写这两个元素的选择器 也就是它的ID 这里我们限制 它只能拖 只能放置 Drag1和Drag3 你拖拽这个 Drag2的时候 它是进不来的 接着呢 我们要看一下 它的事件 它的事件的话 我们来看 EasyUI的文档 拖择可放置 那么它的事件里面呢 有一个拖拽 DragEnter 就是拖拽的元素 进入到当前的这个元素的时候 出发的 DragOver 当被拖拽的元素 脱过的时候 被触发 然后还有一个 离开的时候 还有一个放置的时候的触发 那么我们现在呢 先来写一下 当你拖拽进来的这个元素 进入到我们指定的 这个Drag Weg 对象的时候 触发一个 Function Function呢 有两个元素 一个 是E 也就是说事件 还有一个呢 sauce 就是你拖拽进来的那个元素 那这个时候呢 拖拽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让鼠标发生一个变化 Dragable 拿到拖拽这个对象的属性 拿到它的鼠标数 这个属性 我们让它的鼠标变成一个小手 接着呢 我们让拖拽的这个代理的对象 让它的边框变成红色 这样的话呢 我们比较容易去看到效果 Proxy 就是它的这个代理对象 我们让它的边框变成 EPX Solid Red 好 我们现在呢 去刷新一下 我们拖动它 当它进入右边的这个元素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边框变成了红色 并且呢 鼠标变成了一个小手 Pointer 我们再拖拽一个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Drag2拖过来的时候 是没有变化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在这儿设了一个accept 它只能识别Drag1和Drag3 接着我们再设置一下 当拖离的 当拖离的 当拖动的元素 离开当前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再让它写一个实践 那就是Drag6 Drag6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让它的鼠标变成不可放置 让边框恢复到原来的颜色 刷新 我们拖拽这个元素 当它拖拽上来的时候 鼠标变成了一个小手 那么当它离开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鼠标变成了一个圈 变成了一个静止的 这么一个小圈圈 然后呢 它的边框又变回了灰色 拖拽回来的时候又变好了 然后拖拽出去的时候呢 它们又有一个变化 这是一个离开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当元素被放置到 Dragable的对象上的时候 那这儿触发的呢 是onDragable的事件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在当前的DIV里面 放置被拖拽进来的元素 被拖拽进来的就是这个sauce 好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页面 拖拽一个元素 拖拽进来 然后放置 再拖拽 放置 Drag2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Drag2呢 它是不被接收的 所以呢 鼠标一松开的时候 它又跳回去了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啊 Dragable和Dragable 它结合使用的 Dragable就是一个可以放置的 这样的一个容器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这个拖拽啊 拖拽排列顺序的这个功能 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新建一个页面 在页面中呢 我们引入基本的gs 然后呢 写一个ulli的这样的一个无序列表 接着呢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顺序 这些列表的li的话呢 它都是可以拖动的 那么我们让它变成块级元素 有五个像素的pading 一个像素的边框 然后彼此之间呢 有一个两像素的距离 宽度是300i 设置了一个啊 比白色稍微深一点的啊 一个乳白色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接着呢 我们还有一个呢 就是啊 你拖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小箭头 就是在左边的时候有一个红色的小箭头 它的样式 那么它的样式的话呢 啊 它是一个绝对定位 并且呢 我们设置了它的宽高 以及它的颜色啊 它的颜色是红色 那在没有拖动的时候呢 它是不显示出来的 所以呢 是一个display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看一下页面的整体效果 有这样的一个列表 那我们现在呢 通过js来初始化 先让元素可拖动 我们的元素的话 拖动排序的话 拖动排序的话 这些元素 它既是可拖动的 又是可放置的 选中这些元素 因为你是拖动排序 所以拖动的时候呢 拖动的是它本身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用代理了 revert等于处 就是如果说它没有被放置的时候 你没有选好放置的位置的时候 松手的时候 啊 鼠标松开的时候呢 它还会返回回去 那么就是revert等于处 接着 我们可拖动的元素 同时也是可以放置的 我们先看一下拖动的效果 如果你用的是tomcat啊 你修改了这个页面之后呢 它有可能会出现404啊 你需要让它重新编译 所以呢 你就cntf5 多刷新几次就好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现在呢 它是可以拖动的 并且呢 一松手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接着我们来写 它可放置的事件 stopper 可以放置 首先在你拖拽的时候 拖拽到 把一个li 啊 把一个li 从这第一个位置 拖拽到第二个位置的时候 那个红色的小箭头 它就应该出现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例啊 demo 那个红色的小箭头 它就应该出现了 这个呢 使用的是 um drag over的 当一个元素啊 它拖拽到另一个元素 上方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加一个小箭头 所以呢 我们来初始画一个小箭头的对象 它呢 是一个div的对象 class 就是我们设置的这个class 然后它是两个小箭头 两个大于号的小箭头 所以呢 是两个gt 转印一下 我们要把它放置到 把它放置到这个body里面 但是现在呢 你是看不到它的啊 这是这个箭头的对象 然后当一个元素 它拖拽到另一个元素之上的时候 我们的小箭头呢 我们的小箭头呢 要显示插入的位置 所以呢 要去修改它的css属性 原来的时候呢 它是display 那是不能看见的 那么当它现在要显示出来的话 你这儿就应该变成display block 变成一个块级元素显示出来 然后呢 它拖拽到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它应该出现在列表的不同位置 我们看一下啊 出现在列表的不同位置 那么这个高度的话呢 是需要啊 这个位置 是需要我们去进行计算的 left 它距离左边的距离 offset 是拿到当前的这个元素 它 它相对于屏幕的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选择offset点 left 就是当前这个元素 它距离左边的 这个距离 那么距离屏幕左端的距离 我们再让它减时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 它的偏移量啊 它的偏移量就是 相对于当前这个dropable的元素 那么 它的横坐标减时 也就是说 我们这儿显示的时候 可以看到啊 它是有一个 差值的 有一个差值啊 接着呢 是它的top top top的话呢 拿到的也是当前的 dragable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 dragable的对象 然后它的top是距离 屏幕顶端的距离 然后呢 让它是 在 在这个 元素啊 在这个元素底部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元素底部的这个地方出现 那么我们来 修改一下 这次 点 取到当前这个元素的高度 alterheit 它的高度 我们让比它的高度 再挨五个像素 比它的高度再挨五个像素啊 我们现在刷新一下页面 拖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个小箭头 它现在已经出现了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放置啊 还没有写 放置的话 是on drop 然后当你的这个元素 离开离开这个当前可放置的对象的时候呢 这个小箭头应该是消失的 所以呢 我们还要再写一个on drag leave的事件 on drag leave 当它移走的时候 把它隐藏 接着呢 是on drop的事件 放置 放置 放置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拖动的这个对象 被拖动的这个对象 就是你的原对象 添加到当前 job的这个元素 job的这个元素的后面 insert after 放到它后面 接着呢 我们要把这个小箭头隐藏起来 好 现在呢 我们再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把drag1 放到drag4下面 把drag5 放到drag6下面 这样呢 就实现了一个可拖动 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呢 可以看到一个拖动啊 刚才这里多了一个r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的一个jobable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基本的啊 一个大小可调节的这样的一个插件 resize 我们新创建一个 resizable的文件夹 我们先看它的demo resizable的话就是一个元素 那么它的大小是可以通过鼠标来进行调节的 它的写法呢 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新建一个页面 把基本的元素 把基本的这个样式和gs引进来之后呢 我们写一个div 那它的宽是200 高是150 我们现在呢 访问一下这个页面 看到这样的一个div 它现在呢 是大小不可调节的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div上面加一个class easyuiresizable 它就可以实现大小可调节 我们刷新一下 当鼠标放到这个边界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呢 是可以被调节的了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属性 data options 我们看到官方的文档上 它的属性 比较简单的几个属性啊 min width和min height 就是说它最小的时候可以调整到多少 那么我们现在呢 把它的最小给它设置成100像素 然后呢 最小的高也是100 我们现在去刷新 可以看到这个元素啊 它被放大和缩小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最小的宽度和最小的高度 可以看到啊 再小于100的话就不能再小了 它可以放大 但是不能再小了 这是它的一些基本的属性 那么这节课我们讲了一个可放置和一个大小可调节 下节课呢 我们会讲其他的一些基础空间 比如搜索框和进度条 还有分页插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